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如果客人要求退菜我们可以选中菜品 点击生除 这时候会要求我们输入退菜原因 我们来选择一个退菜原因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退菜的记录后台会有统计 供店长月底统计和查询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查看 我们来登陆后台管理 再硬件合员工查看日证 这里是退菜的一些记录 有操作类型 操作明细 以及操作时间等 菜品送出以后呢 退菜会要求服务员输入退菜的理由 这些退菜理由呢 是在哪里设置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餐厅管理 退菜原因设置 这个里面 这有一些已经定义好的 你可以添加或者是删除 我们来新增一个 修改名称为菜没收 这里呢 可以输入相应的描述 由于这里呢 是退菜原因 所以在退菜原因前面打个够 保存就可以了 好了 退菜部分的设置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服务 谢谢